无论如何 在婴儿的强保时代 人格的焦点并没有稳定的集中在肉体里面 简单来讲它是一个渐进跟渐出的过程 所以随着婴儿的大脑细胞的发育 人格才慢慢的集中焦点在肉体上 等一下我们会讲 所以在婴儿时代 它很多的意识会停留在两世之间 它是慢慢开始忘记两世之间 而慢慢认同物质实相 在婴儿时代 有些记忆甚至还会停留在前世 它必须藉由时间一步一步的把前世忘掉 然后集中焦点在今生 那前世的记忆跟两世之间的记忆 就跑去哪里了 潜意识的 就跑到潜意识去了 那这一世你就以你这个新的身份开始过生活 所以你就到现在你只记得这一世的身份 那你所有前几世的身份现在在哪里 在你的潜意识里面 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作为这一世的身份的背后的心理支撑 所以虽然你结婚生小孩看起来好像你都不认识他们 其实你的潜意识知不知道 知道 所以整个我们意识层面的安定度都是来自我们已经忘记的潜意识 是如此的在背后支撑着我们 各位就好像我常举个例子来讲 徐师的手为什么能这样动 因为我的心脏每分钟以七十到八十下的速度在跳 我的手才能这样动 如果没有我的心脏每分钟以七十到八十的速度在这样跳 我的手能这样动吗 那当我的手这样动的时候 我有没有每分每秒觉知到我的心脏在跳 没有啊 当我觉知到了就叫做心计啦 这样听懂了没有 所以你现在认为的自己 为什么常常可以很平顺的运作 其实完全依赖着你潜意识的所有转世的记忆在背后支撑着你 还有所有你的梦境面 还有你真正的心灵层面你是谁 对 比如说为什么是Bobo同学坐在这里上课 而不是马来西亚新三的其他年轻人 为什么他的潜意识会把他带到这里来 各位你真的以为你全部是你自己吗 不是 其实来讲 也有很多人看过许一诗的书啊 为什么有些人一看一试成阻故 有些人看一看 这写什么啊 丢一边 各位懂我意思 所以显然你的内在 有很多很多你不了解的东西 为什么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人 就会跟他展开一世的纠缠不完的情欲关系 为什么有些人跟你就是有缘无分 你们就怎么样都发展不出来一个情欲关系 各位现在有点知道我的意思 有时候并不完全是你的自我意识 而自我意识常常是被内在的 所有过去这些经验跟记忆所引导的 为什么你走在马路上 你会是这样的人 你会是这样的习性 你对自己了解多少 你会是这样的习性